還沒上映就話題不斷的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13日舉辦首場簽書會 而這齣關於初戀的電影 在拍攝超前導宣傳片時 也讓曾敬華 陳昊森想起他們的初戀 其實在拍那個預告 我們是想著心底 我們想念的那個名字 我想我第一個初戀女朋友 那個女朋友對我來說還滿重要的 她也是我感情這一塊的出發點 那我對她跟她相處的過程 我自己印象很深刻 然後有些話其實很想對她說 但還沒說出來 所以如果回頭的話 你在看初戀是有可能在發展次樣的事情 應該是不會啦 但我覺得跟她相處的那個感覺 一直想保留在我自己心裡 那時候其實我跟靜華跟咪咪 都是在想就是曾經的女朋友這樣子 對 然後 所以咪咪也是想女朋友 男朋友 特別想起來 然後就會想到每一個過程 就覺得那一切真的很美好 然後但是也不會再重來了 就是那一次的 那些東西就是保留在我自己心裡 相信大家回想起自己的初戀 也跟他們一樣相當難忘 浩森還特別分享了當初的浪漫行為 我屬於一個比較喜歡搞一些小驚喜的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我們兩個都會在過節的時候 或是對方生日的時候布置一些小驚喜 對 然後有一次我出國的時候 我很害怕她不想我 所以我就偷偷寫信 然後藏在就是她家附近的公園 然後等到我出國的時候 我就寄那個跨國簡訊 給她說你要記得去哪裡 今天要去哪裡就寄 有點像姊姨那樣 這個講初戀的故事 會不會要自己初戀的觀眾來分享 如果我看就... 對... 我幫你們寄表給她們 對... 曲導的好意相信靜華 浩森都感受到了 而柯在你心底的名字即將上映 對此導演也特別許下了票房願望 我們票房如果破譯的話 我們會解鎖一個 他們兩個皮夾裡的一張照片 劇情裡面 就是他們看皮夾裡的一張照片 那張照片長什麼樣子 然後我們會解鎖這張照片這樣子 就是有提到 可能是一張裸照的部分這樣 其實不要給大家太多想像 就是導演本人的裸照 導演的裸照準備好了嗎 對...大家想要嗎 到底是誰的裸照 大家一定要近七月支持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才有機會揭曉謎底啦 完全樂 莊夢傑 蔡長榮採訪報導